李天命被地荒龙脉吞没后 一时来到了一个浩瀚的世界 在这里天上挂了九个太阳 周围似乎无边无际 陆地上群山密布 没做神风都只管天际 愿意的飞行走兽 生灵万物 眉头都是逆天神物 可关键是 这只是大陆的一面而已 在大陆的反面 则挂了九个月亮 下面是五指金的沧海 一共九重 他想起来了 这样的世界 他来过两次 第一次是鸡鸽诞生的时候 看到他吞噬太阳的永恒凤凰 第二次是喵喵出生 一头苍蓝猛兽游走混沌 炼化万劫 难道说这一次 就是老三要出生了吗 李天命突然注意到 这无边大陆竟然在虚空中 前进遨游 原来这大陆和沧海 本身就是一个森林 背负大陆 附生沧海的巨大森林 可就在这时 忽然又是一只熟悉的大手出现 此后混沌轮回 由我掌控 说着一下将世界捏碎 随后李天命就醒了过来 脸上好像挨了一巴掌 原来是便宜老爹 看他遇过去太久来了套爱的家法 得 这下彻底醒了 李吴迪疑惑道 天命玩 地荒龙脉 好像是被你的太塔吸收了呀 还能吐出来吗 李天命摆摆手 无能为力 我自己的控制表这东西 李吴迪郁闷道 坑爹啊你这是 这下 没了地荒龙脉 万身结界 催得就跟着纸一样 李天命笑了 老爹 别在这些细节 你儿子要的东西有用 他又想到 老三是水土双属性 吸收了地荒龙脉之后 蛋壳有一半 已经变成黄色 眼下还有一半 该怎么办呢 问其李吴迪 老爹 哪里还有水属性的灵灾呀 李吴迪道 正好 南天宗的祸海之间 有99条苍蓝龙脉 也是第一仙祖不知的 登登 臭小子你想干嘛 嘿嘿 没啥 就是想去南天宗逛逛 见一见微生小美人 另一边 在南天宗附近 军念仓得知大哥军冬要战死 圣天府和云霄剑派 几乎全军覆没 喷出一颗老血 帕贼月灵龙的棺材上 龙儿啊龙儿 见一下 我该如何帮你复仇啊 正好这时候 元称也逃回来了 军念仓忽然冷冷到 元称师弟 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我听说 你的叔叔元魂 已有天圣三重境界 这在东皇境游行 可否帮我传达个口信 让昆元宗 支援我圣天府 元称点点头 成 我只负责传达 至于你们想干嘛 我应该不管 自从军东要 被李吴迪斩首之后 军念仓 跪在圣皇面前 还累汇报了这个消息 得知消息的圣皇 满脸骇人 再也忍不住 一口老血喷出 圣 圣皇大人 他同意圣天府近百年 在东皇境 从来都是碾压 还从未吃过 这等奇迟大乳 偏偏这时 从沪海阶界里 还传出嘲笑的声音 这是卫生天兰 和他的父亲 卫生参员 嘎嘎嘎嘎嘎 军圣笑 你的近百年 在东皇境 作威作福 还没想过 会吃这么大的憋吧 我告诉你 这叫三十年和东 三十年和西 天道好人回 你活该啊你 这一顿嘲笑 让军圣少再次 喷出一口老血 圣天府的大军 都愤怒了 他们目自尽烈 恨不得 立刻杀上南天宗 可圣皇一伸手 竟一声声冷静下来 不 留得青山寨 不怕煤柴烧 一眼仓 我们走 卫生天然目光复杂 真不愧是 统一东皇境的男人 被羞辱到这份上 还能强行咽下这口气 他们刚才挑衅的时候 就是想激将 入圣皇趁机强攻 那护海基界 绝对能给他们一个好看 只可惜啊 圣皇忍住了 而在他们离开南天岛附近后 军念仓走到身边 父亲 我跟你引见一个人 圣皇笑了 我儿果然聪慧 因为此时 他已经看到一个男人 跨过群山走来 这是昆元宗副宗主 元魂 好 元魂副宗主 来我东皇境 有何贵干呢 军念仓目光 比之前还要冷静 人下方才的羞辱 还能风带云青的 才是真正的大人物 元魂笑了 圣皇说笑 逼人 不过游山玩水 路过而已 君圣肖按马一句 老狐狸 索性开门见山 我们这的情况 念仓应该都跟你说了 你意下如何 元魂看老头都讲得这么明白 二话不说 圣皇 若能将云霄剑派 锁出土地 赠送我昆元宗 那我们就派出十万昆元位 一百名宗老 支援圣皇 统一东皇境 圣皇冷哼一声 以下就要我 洞皇境五分之一的地盘 好大的口气 他们来一番讨价还价 最终敲定 今天就向古之城国 提交赠送疆域的申请 等批复下来 他们就立刻动身建军 另一边 在洞皇宗内 李天命收到了一封信 是母亲未经写的 上面几句话 天命 我和你杨叔出门旅游了 下次见面 你估计就得喊他做爹爹了 误念你的老妈 李天命头都大了 什么情况 杨叔不是我父亲吗 老妈 我爹爹是失踪 不是藏偶啊 你这就把他给掠了 这中年人的感情 他看不懂看不懂 李天命这边收到的是信 李吴迪这边就不一样了 他和叶少卿 正在凉亭休息百烂 忽然叶少卿起身寒声道 谁 起身一看 只见一个青山男子 不知何时 已经来到凉亭面前 李天命的父亲 居然是牧阳 自从他觉醒了前世记忆以后 头发变得乌黑 而且双眼变成了镜子 就像钻石眼 身边就站在小娇妻 魏靖 叶少卿笑道 原来是牧阳兄弟 连忙给李吴迪介绍起他的身份 牧阳打断 我是李天命的父亲 李吴迪肃然起敬 哦 原来是我儿子的爹啊 亲爹见干爹 幸会幸会 牧阳叹了口气 开门见山 恕我屋里不能久留 本来我是想来讨要一些神缘 最后是顶级的 李吴迪一口答应 没问题 我还有两个中品天级神缘 这已经是东方做的压箱笛了 魏靖有些感动 说实话 这个要求有点无理 一上来叫人家压相迪的宝贝 可李吴迪却一笑都没犹豫 顺带还塞过去几个空间戒指 那是军东药和司空剑生的 怕甚至都没打开过 牧阳没有多言 吴迪兄感激不尽 以后有机会叮当奉还 哎 不用不用 若是不够再跟我说 我再想想办法 牧阳补充道 对了 别人跟天命说我们来过 我们正在逃命 不方便 以他知道 日后若是出现不可抗力之人 二位不用抵抗 我自有安排 李吴迪笑了 明白 那就不送 一路走好 林走前 牧阳深深看了他一眼 吴迪兄乃逆天之财 如果再这样下去 踏过生死节 成神有望 李吴迪眼中红光一闪 那就谢兄弟基因 整个冬黄镜 能说出生死节三字的 都不超过五个人 牧阳离去后 李天命正在神骄山上修炼 一手握住冬黄剑 一手按住李神骄之墓 体内的胎塔还在疯狂旋转 双倍速修炼中 江飞玲翘着白嫩的小腿 自己翻译书籍 这就是他为何知识 渊博的来源了 修炼上帮不了李天命 他将会努力学习各种知识 李天命修炼的时候 冬黄剑上的神闻 静阴阴和李神骄之墓有共鸣 他突发奇想 将冬黄剑的剑尖 触碰到李神骄之墓 忽然嗡的一下 墓碑震动 李天命眼前一黑 意识一下 这位吸了进去 来到一片幻境 而在这里 一个先锋道骨 背负常见的老者 对他勾勾手 没有开口 可四个字 就已经印在他的脑海里 神骄见诀 李天命欣喜不已 真没想到 在李神骄之墓中 居然还能发现 第一线总真正的绝学 李神骄的影像 开口道 来 有缘之人 随我学习